上文提要我老公和婆婆有個聯權物業 不過在2022年的年中 我叔仔和姑奶靜雞雞帶我婆婆去搞婚犬 搞完婚犬後幾天就拿了半層樓 那半層樓就寫叔仔的名字 但叔仔從來沒有在我們面前出現過 他找人代言叫我老公出錢買回那半層樓 要挾我們說如果不出錢買了他那半邊 他就賣給街外人或者放租他的房間 所謂九上瓦坑有條路 一不離二二不離三 就是他上次拿錢拿得太輕易 所以這次又來搞事 都是我老公睡 上次靜雞雞給錢他們 不說我聽 放生了他們 搞到他們吃個翻尋味 這次讓我知道一定要治一治他們 要算帳 先要找個人出來 很簡單 先把其中一間房的房門轉做密碼鎖 過了幾天姑奶上來發現了 於是叔仔就發了封律師信給我們 他說這間房子他也有份 亦以授權姑奶代他處理物業 還說如果我們把整間房子都收我們租 收到第一封律師信之後 事情就好辦了 我都很久沒跟人說過道理 終於又有發揮的機會 很多人收到律師信都會很害怕 很自然就會跟著律師信上所寫的東西去做 就算道理在自己那邊 都會因為警方而跟著去做 有人會問收到律師信之後 是不是又要找個律師幫你寫封信 去回應對方 那當然不是啦 當然自己寫都可以 無需你會加息 也不一定要用書面語 總之看得明白就可以了 當然如果你不識字 平時說話有一塊塊 又找不到人幫你寫 那就沒辦法了 第一次他給一頁子的律師信我 我回了他十頁子 我就是明知道他們不識字 說話又一塊塊 一定要找律師幫忙 之後他每次發律師信 回應完我們的問題之後 我又寫些新問題過去問一下他 當作善事 讓他們燒一下銀子 益一下律師 雖然他找那間律師樓有些名氣 還收得多貴 但是經常做錯事 最近期那封律師信有條數學看 大家幫我看看條數有沒有問題 等待一會 我們一個人的訊息 是一個人的訊息 我可以記住 我一下 你住在這個清楚 讓你會令人解決 很好 你有寬意 我給你 打